今天我們楊達文化 今天要教大家做什麼料理呢 做什麼 脆皮雞 我準備了什麼 八角 花椒 薑 鹽巴 糖 米酒 醋 麥芽 土雞汁 蔥 我們要先醃製 怎麼醃製呢 來 我們八角 八角兩顆拍碎 放入裡面 來 將兩隻蔥 折 薑片 花椒一小時就好了 花椒一小時就可以了 今天我趕時間的關係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鹽巴放下的很重 放了兩大匙 你如果不趕時間 像這樣你可以放一大匙的鹽巴 去醃製到四小時以後再來做 那味道會更入味 好不好 然後來 我鹽巴放兩大匙 那我糖就把它放一大匙進去 糖一大匙 米酒200ml就可以了 米酒200ml就可以了 來 我們現在把它按摩一下 將這些味道全部進去以後 這樣搓螺 把均勻抹入我們的雞肉的上面 也可以將蔥薑有沒有 塞進那個肉汁裡面 讓那個味道更香 更容易入味 好 好 來 我已經醃製四個小時了 雞入味了 好來 我們要準備一鍋熱水 怎麼做呢 來我教你 好 我們醃製四個小時的雞 就是這樣 下鍋 好 好 這樣把它再拿起來 好 下鍋多久咧 你要15秒就可以了 有沒有 它這樣有熱脹冷縮 它受到冷空氣有沒有 皮會更冰 更緊 好 那我們雞在煮的同時 切雞喔 雞煮的時候火不能開太大 以中火來微調來煮 好 那我這有準備了一鍋清水 好 白醋 麥芽 把它拌飲就好了 這樣 這樣拌飲就好 不要說這個水要不要去燒 不用 你就跟醋 醋來賣 有沒有下去拌飲 等一下我雞 燙好的雞有沒有 拿起來就要讓 洗澡一下 要讓它洗澡一下 來觀眾們 媽媽 來我的脆皮 脆皮雞有沒有 醃好了 也燙好了 時間大了 那我要燙到什麼程度呢 像我這樣煮 我大概是要煮10分鐘 煮10分鐘的時候有沒有 來 你看看 這個絞筋這裡摸起來 它會有點斷掉 就表示說你這隻雞有沒有 燙得剛好 好 再準備我們剛才都準備好的 脆皮水 麥芽糖 麥芽糖 麥芽糖跟白醋 這樣給它洗一下 這脖子這裡 沒關係 這脖子不是重點 因為大部分人家是在吃你的雞腿肉 雞胸肉那邊 這樣 這樣才要大致抽手 你拿個鍋子 拿個鍋子 或鐵鍋 鐵鍋這樣 從這個翅膀這裡 有沒有把它勾住 好 下去晾乾 切記 把它晾乾 晾乾多久呢 最少晾乾半小時以後 來觀眾朋友 你看看 我的雞已經晾乾了 我們油溫要120度 所以中低溫度就可以下鍋了 來我們可以這樣拿著 慢慢放 因為你溫度太高下去有沒有 我們雞不是燙熟的喔 是半身熟 所以我們要慢慢把它泡熟 所以你在炸的同時喔 可以放一個漏掃在裡面 這樣 隔絕有沒有 因為雞的重量太重嘛 我們油溫要多 很容易燒焦 你這樣慢慢給它泡熟 切記 試用泡熟 不是用把它開大火炸熟 等到它整個顏色上來了 現在我們開大火 逼油就好了 這樣的做外酥內軟 脆皮肌就可以做好了 觀眾朋友們慢慢來看 哇 對吧 我們的脆皮肌啊 漂亮喔 剩下黃金黃金的 金黃色 哇 現在我要做 我現在開大火 我在逼油啦 來喔 只要你有沒有 逼好油有沒有 皮夠酥 這樣就超多了 這樣就可以撈起來了 觀眾朋友們慢慢再跟你們 脆皮肌協會了嗎